自动挡车档位介绍 一般来说,自动挡汽车的自动变速器的挡位分为P、R、N、D、R或S、L或E等 P指的是停车档或称驳车档 一般P档都是位于挡位上面最上面的一档 而这个档就是在停车的时候用的 传统车辆有齿轮咬合,车辆不会滑动 R是倒档 R是倒车时使用的 N位是指空档 可在启动时或拖车和暂时停车时用此档位 D指前进档,也称驱动档 D这个档位下,变速箱会在1至超速档相当于1到4档 根据速度和油门情况自动切换 该档位用在一般道路形式 S或2档 2档为低速前进档,也表示限制档 L或E档,低速档,也称E档 L档也是低前进档 在下山或者下长距离的斜坡时 把档位挂在这里 可以限制汽车的档位 自动的指在最低档 相当于手动档汽车的E档